众所周知,张子怡是很多人喜欢的影视演员,她是典型的美人胚子,她的五官精致,充分展现出东方女性的娇艳欲敌,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国际影后,她在事业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,但是在感情中却经历了坎坷。 张子怡经历过多段感情,其中不乏像霍启山这样的豪门公子,进军好莱坞后与美国富商商链,之后是年轻有为的央视主持人萨贝宁,但谁也没有想到,张子怡最终竟然选择了三婚的汪峰,在张子怡的身上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? 今天带大家走进张子怡耀眼辉煌的一生,小时候的张子怡非常顽皮,为了逃课,经常躲在学校的草丛中,当老师发现时对她说,一辈子的困难有很多,你能躲几次,但是只要咬牙坚持下去,才能看到曙光。 老师的这句话深深地印在张子怡的心里,之后张子怡在自己的刻苦努力下,考入中央戏剧学院,她和梅婷、秦海璐、刘烨、袁权等成为同学。 张子怡是幸运的,她有幸出演张艺谋导演的《我的父亲母亲》,在自己的完美诠释下,张子怡凭借《我的父亲母亲》,获得第2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,张艺谋可以说是张子怡的贵人, 之后介绍她拍摄李安导演的《卧虎藏龙》,并且凭借该电影成为一线女星。 张子怡的事业如鱼得水,她成为了中国顶级女星之一,成功进入到好莱坞市场。 她是第一位在好莱坞担任女主角的华人女演员,更是四次登上时代周刊封面,影响世界一百人之一。 张子怡在之后的日子里,一举拿下金马奖、金像奖、亚太电影大奖、亚洲电影大奖等十二个影后奖项,实现了大满贯。 张子怡迎来众人的羡慕,事业上一帆风顺的她,在感情中却备受挫折。 2004年,张子怡凭借电影《卧虎藏龙》在国际上锋芒逼漏。 她在出席一场宴会的时候,遇到了香港霍氏家族公子霍启山,霍启山对张子怡更是一见钟情,之后对她展开了猛烈的追求。 张子怡很快陷入到爱河中,两人的恋情一度很高调,经常被媒体拍到两人在街上拥抱的画面。 当时张子怡也见了父母,所有很多媒体报道张子怡即将嫁入豪门,但没想到,等来的却是两人分手的消息。 原来是霍家希望张子怡能够放弃事业,做个家庭主妇。 张子怡果断结束了这段感情,经历一段失败的感情后,她将重心放在事业上,成为人人眼中的国际章。 之后在邓文迪的介绍下,与美国富商艾维尼沃相识。 2007年,张子怡宣布与艾维尼沃的恋情,两人经常一起出席各种活动,高调秀恩爱。 一年后,艾维尼沃买了一颗价值三千万的钻戒,向张子怡求婚。 张子怡答应了求婚,本以为张子怡这次一定会成为豪门阔态。 但没想到,艾维尼沃要求张子怡进行婚前财产公正。 据悉,艾维尼沃在婚前协议上明确表示, 连而如果离婚,张子怡不会分到任何财产,只能得到一部分的赡养费。 2010年,张子怡结束了这段不平等的恋情,或许是这两段恋情让张子怡断了嫁入豪门的念头, 她的事业重心转向国内。 2012年,张子怡参加一档综艺节目的时候,与萨贝宁相识,两人被彼此深深吸引。 张子怡也被萨贝宁的幽默和朴实所打动,两人谈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感情, 媒体经常拍到两人约会的照片。 那时候张子怡的电影《一代宗师》上映后,萨贝宁还包场请同事们看, 很多人都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。 但这段平凡的恋情,却遭到张子怡父母的阻拦。 他们认为萨贝宁只是一个小小的主持人,觉得根本配不上他们的女儿, 最终两人和平分手。 之后在一次采访的时候,萨贝宁说出了两人分手的真相, 她说找对象,一定要找精神上门当户对的, 两人至少要在一个频道上,互相沟通,理解,对生活有共同的渴望。 今天年轻人谈到爱情,不可避免的会有物质的因素在里面, 这是很正常的,谁都得活下去,任何一个时代。 物质首先是生存的基础, 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, 两个人对生活的一种理念,态度, 当然不说价值观那么大的话,但至少是, 你得试在一个频道上。 张子怡也在采访的时候说到, 虽然萨贝宁比自己大两岁,在很多事情上都不太成熟。 她说,自己的人生经历,萨贝宁有时候不太理解, 其实他们的分手除了父母的反对之外, 两人的性格三观也是根本原因。 张子怡在感情上经历了一波三折, 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,张子怡更渴望稳定的生活。 事业上迎来巅峰,她已经不需要物质上的加持了, 她希望自己的另一半是一个精神上支持她, 又懂得照顾她的大男人, 而汪峰的出现,恰好满足了张子怡的需求。 虽然汪峰经历了三段失败的婚姻, 是一位离异人士, 但她经历了这么多, 更加懂得如何照顾张子怡, 如何守护她让她幸福, 甘愿托付终生。 汪峰在张子怡的恋人中并不算出众, 但是张子怡最终还是选择了她, 可以说她是在利弊权衡下出于无奈, 虽然外在的条件略显羞涩, 但她才是那个真正爱她的男人。 张子怡在嫁给汪峰之后, 一感女强人的形象, 在汪峰的呵护下, 她成为柔弱娇低的小女人, 是汪峰让张子怡卸下自己的盔甲, 成为一个平凡的女人, 合格的妻子, 称职的母亲。 张子怡在感情的道路上寻寻觅觅, 最终找到自己的真命天子, 从此幸福地生活下去。 Low it!! 闲静在喜� ws O